你在台下聽課 你跟老師有直接的互動性啊 沒有 這個時候如果我有AI 我問AI立刻回答 Yeah 我是個內向開笑的人 我有救了 在總統面前做簡報 AI人工智慧 高中生出生只賭不畏虎 這活活性格 讓賴總統笑開懷印象深刻 萊羊女中學生 簡報主題則緊扣中國 任之作戰 中國會利用很多 不同的用語以及思想 來滲透我們的生活 萊羊女中的確傳承了 宜蘭民主聖地的風格 反滲透法 國安法 這個都已經上位 並吞台灣 這個中國的國家 目標是不會改變的 賴總統游文必答 第一題就很辛辣 題目一出 全場驚呼 能代理國家走向和平 不戰爭 第一個就是 簽訂和平協議 第二個是 接受中國的主張 九二共識 第三個是 堅持台灣主權 我們要強化國防 第三個 完全贊成 當場表決 堅定台灣主權立場 是全場共識 高中生們也好奇 總統的二十四小時 到底有多忙 開國安會議 然後外交的會議 回家的時候 也會餵一下 我們家的班班 有時候這兩天也很高興 我們棒球已經連贏了兩天 兩小時從能源AI 談到中國步步緊逼 川普上任後的台美關係進展 也受關注 國安外交經濟 我們也能夠 那個川普新任的總統 創造雙贏的 台美的雙贏 賴總統答得仔細 首度交流 要滿足高中生的好奇心 三熊國慈文 文宣S小組 台報道